好,大家好,我是脖子戏,继续更新脖子陪你看甄嬛 上期视频讲到,梅妆担心华妃借自己怀孕的空荡妇宠 九子夺嫡期间,老十婴娥大力支持老八婴四 最后婴四在夺嫡战争中败给了雍正 八野党众人自然成了雍正的心腹大患 在老八老九老十四相继被处置后 雍正却独独放过了老十婴娥 一来,婴娥背后有强大的母族支持 其生母温惜贵妃是当朝辅政大臣厄比龙的女儿 同时还是康熙校招人皇后的妹妹 其母在后宫中未同父后 可以说在众皇子中除了老二允人之外 老十的身份无人望其向背 且允娥天资一般,生性直率 几乎没有什么政治野心 因此雍正秋后算账时并没有给允娥太大的惩罚 且为了维系雄有地宫的美名 依旧让允娥做了一位富贵王爷 也正因如此,允娥脾气鲁莽 且仗着母族势力 对这位夺地期间的敌人雍正一直不够尊敬 常常出言不逊 一群人为梅妆拉了一波仇恨 但我认为重点在这个簪子上 太后喜欢梅妆不假 但真的舍得将如此贵重的簪子 送给一个初有孕的贵人吗 这个簪子的贵重之处不只是本身的价格 更在于其背后的意义 这个簪子是太后怀老十四时带过的 陪伴了太后几十年 太后最疼爱老十四 如今老十四被圈禁 所以太后送梅妆簪子 一来是因为梅妆怀孕 二来也是借着意义特殊的簪子提醒皇上 希望他顾念兄弟之情 也是用这簪子 试探皇上对老十四的态度 果然在皇上看到簪子后 又回忆起了过往 主的刘珠不要外传 先前曹琴末就敬皇上道好一事 挑唆过皇上和贵婚的关系 彼时贵婚只当是刘珠无意传出去的 今天的事若再传出去 贵婚怕是要倒霉了 所以叮嘱刘珠 以防类似的事再发生 好在贵婚今天带出来的是刘珠 若是换婢果就要放荡不羁 但今天的行为也着实反常 先是讨喜酒醉后又调戏后妃 从后续的剧情中我们可以得知 今日是舒太妃当年入宫之日 果就王因此才喝多了酒 上次唐突贵人 是非伦理所愿 瘟衣公主生辰那日 正是额娘当年入宫之时 我回想旧事 一时不能自持 事宜啊 不过我认为 果就王今日酒醉还有其他原因 先将果就王一涉猎一事 引起了皇上的猜忌和不满 再次警醒果就王半君如半虎的道理 所以今日果就王酒醉 一是借酒排解郁门 二也是通过这种行为提醒皇上 自己不过是一个喜爱喝酒淫湿的闲散王爷 不喜参与宴会 结交其他人 平时没啥正事 只知道喝酒 从而降低皇上对自己的警惕心 不过这些也只是我对于果就王淘息的解读 至于他调戏后妃这件事我也不理解 难道是生皇上的气 借此包袱吗 也不像 所以可能单纯是因为酒醉吧 静平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 先前静平找了甄嬛一圈 线下有提议去测电小作 甄嬛便意识到 静平有私事和他商讨 妹妹心善是好事 可是在这宫里 只一味的心善 就只能坏事了 唯要牢记一句话 明哲保身 才是最要紧的 静平与甄嬛素无交情 线下却愿意